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山河林在国内爆火之后呢,也走出国门 已经在英国、法国、澳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韩国等国家播出 目前又有消息称呢,山河林将登陆Netflix播出 山河林还登上了全球最大的轻博客网站汤伯乐的全球热门剧集十强榜 山河林为何如此受欢迎呢,我觉得主要还在于这三点 一、天意求精 马涛在采访时说过,给我A级的项目,我就一定要创一创S级 首先是选角,山河林在20多队演员当中选择了张哲瀚与龚俊 两人不仅与角色适配度高,而且演技也不错 这部剧能够抱我跟两位主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一点呢我前面都写过,所以就不多说了 其次是剧本的改编 编剧小出作为Price的资神书粉 在原著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解读 很好地把原著当中的精神诠释出来 原著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形容温克星与周子舒的感情 也许他们偶然于茫茫人海当中相逢 不知彼此底细,但这不妨碍他们都生来便是知己 小出用了12集,从初见到他们如何一步步熟悉 再到敞开心扉接纳彼此 有逻辑有层次,水到渠成,让人觉得舒服 导演和编剧把握住了整部剧的节奏 让人觉得比较舒服 还有一点就是注重细节 就拿明场面晒太阳来说 这个场景发生在大街上的一个酒馆 人声喧闹吹烟鸟鸟,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效果 阿絮背后有一扇窗 大面积铺开的暖光打在那扇窗口 老温座坐在没有阳光的那一侧 这暗示了阿絮是温克行的光 但阿絮并不是直接的光源 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日升于阴影之中 这个设计也是暗示了阿絮生命的消逝 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剧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可以拿来细屏 可以说导演在这部剧中的每一帧都是用心的 越是注重细节的问题 越适合重刷 很多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就是因为每一遍都能够看出不一样的东西吗 二,文化输出 能够走出国门 并且在国外爆火的剧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文化输出 山河令在这一点上做的也是相当不错 首先来说说服装吧 在采访时他们曾经说过 在服装上的钱他们一点也没有省 纵观近几年的小成本剧作 能够像山河令这样将服装设计 如此精致的专业团队气质可数 光刻行全剧一共16套服装 周子舒有18套服装 这些服装不管是造型 剪裁还是画纹配色都堪称经典 龚俊在采访中透露 他在节目中的红衣是师傅手工制作的 耗费了半个月 山河令的服装最大限度的还原古风类学 是我国文化输出的重要一点 其次就是语言 温客行的台词就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体现 不管是但若无所谓 我自迎接如 还是白发如新 亲改如故 亦或是形容周子舒不一之徒 摄取语然诺 千里松义 为死不顾事 都是我国古典文化的体现 这些台词不仅有美 背后还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最终张成岭出于周子舒不仅不嫌弃 还给他铭帖 邀请他来做客 是一侠义之心 而周子舒因为成岭这一个举动 便心甘情愿地为之踏入江湖纷争 一直护着他 直到说他为徒 这也是侠义之心 武侠是我们民族独有的 宣血情感的表现方式 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情感 走出国门 有利于提升海外影响力和文化输出 三 情之感人 情这个字啊 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 山河里能够打动大家 最重要的是情之感人 周子舒与温克行之间的知己情 茫茫人海相遇 他们看见彼此 拆穿伪装 认出彼此 成为高山流水的知音 于是他们就这么携手走下去 相知相遇 相伴相守 他们之间的知己情超越一切 让人向往 无比珍贵 相信每一个关剧员都会希望 自己能够遇见他们那样的知己吧 山河令中的美好感情实在是太多了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都让人觉得温暖 一部剧究竟好不好 观众看得见